陆特社最近报道 德国总理肖兹之前虽然访问中国大陆 但是德国政府正在拟定对华内部指引 要求跟中国有接触的德国企业 要跟政府分享经商细节 定期接受压力测试 中国渡德国大使吴肯就对此表示说 德国对中的新战略以意识形态作为主导 体现了冷战思维 将会影响到中德两国的关系 还有合作 肖兹在去年采访中 释放出这个中德的和缓气氛 梁老师你怎么看 新的一年立刻就采取这个比较强硬的对中战略 这我们怎么观察 我不会太意外 因为你要了解 德国内阁现在是社会民主党 还有绿党以及自由民主党 那绿党跟自由民主党其实都是小党 但这个三个党组成的这个 就是说联合政府 肖兹做这个首相总理 可是这两个党是意识形态上是非常反中的 尤其在组成内阁的时候 他让这两个小党都做重要职位 国防部长 经济部长 内政部长兼副首相 大概就是你看到的这几位 这几位媒体上所谈到他们都出来讲话 在肖兹去年G20之前访问中国之前 那其实他的这个几位绿党跟自由民主党的这个内阁的部长们都强力的反对 他的外交部长还公开的就是跟他唱反调 我们知道一般的这个民主国家这个想法的话 这个唱反调的外交部长应该要你干脆 这个挂罐球去吧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肖兹他就有这样子的容忍度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带了140架的这个空发的订单 然后所有的大企业 然后都呈现就是说其实德中的经贸关系非常重要 而且他展开了一个新的这个做法 那这个做法我们现在看到澳洲也在跟随的 那就是政经分离 对 因为他知道中美之间的对抗 但这个对抗其实是在军事 是在经济 是在科技 可是呢这些其他美国的盟邦国家的经济 某种程度已经不是单纯那种冷战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都可以这个完全的帮助你 美国现在已经把自己保护起来 那市场的准路 然后呢关税的减浪 也不太像以前那个样子 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相当程度要跟中国 已经跟中国有相互很深的这种密切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 萧之所建构的这个政经分离 那现在看起来在德国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那现在他的几个部长就倒过来了 好啊你要政经分离 那这些去中国做生意的经济的企业 来你回来跟我做忠诚报告 感觉上有一点像是这种感觉 有一点内部的内斗 拉自己的政策的方向 您提到内斗 我今天有最新新闻我请教您 就是看到新闻上面讲说 德国执政党的领袖 他这个叫做克林拜尔 他在这个德国时代周报访问他的时候 他说呢如果北京清台的话 中德关系恐怕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是同样逻辑吗 这是一个警告 这也是一个表达德国的这个态度 但你会记得上个礼拜 刚才德国的国会议员来台湾的时候 跟蔡英文总统见面 他也这么说 我们德国我们欧洲 我们西方都支持一中原则 但是反对这种任何单方武力的改变台海的现状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比较态度一致的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如果说真的现在媒体 美国这边所担心的乌克兰的战争 会再次爆发在台海 那当然他也觉得说这个等于是 这个军事的攻击 因此他就会提出类似他的这个基本的态度 了解 所以老师您刚刚讲说 德国议员他们接受这个 蔡英文总统接见的时候 刚刚讲说都支持一中政策 然后就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台海的现状 他说这个是德国无法接受的 也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德国目前看起来他们策略其实政经分离 经济上仍然是保持热度 但是政治上面他就会表达他的立场 那我们说到这个对华内部指引 这个对华内部指引还要求说 曾经受到中国大陆影响的德国企业 还有政府刚刚说的要分享业务细节 而且要定期接受这个进行压力测试 不知道什么是压力测试 OK他们也建议说在关键的基础建设 排除使用来自独裁主义国家供应商的零组件 而且对那些跟大陆有生意往来的企业 实施更严格的要求 施总曾经担任过这个金发局的要职 您知道这个产业的思维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您研判 那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 有可能会因此而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经贸关系变化不大 这份指引如同刚才杨老师提到的 基本上是德国内部政治的产物 那我觉得这份文件政治意义大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事实上这份文件就是绿党去年起草的 然后起草的版本跟1月24号 媒体泄露出来的这个版本有一些差距 这是内部政治妥协的一个结果 然后但是这个目前这个版本 我们看到的这个文字讲得很清楚 它不寻求跟中国脱钩 为什么 你经济上你没有本钱跟中国脱钩 因为是连续6年都是它最大经营 对 没有错 然后其中有一点说 关切特定领域的贸易项目 德国因为会受制于中国大陆 所以会容易成为被威胁 或者被勒索的目标 这方面你不用担心 第一这方面占中德两国贸易很小的项目 第二部分呢 事实上相关的关于高科技晶片等等这些 美国都已经有既定措施了 能影响德国或影响跟中国大陆了 像美国就在做了 我们来看中德两边 它的一个贸易的项目 就是对德国来讲 中国是很重要的出口市场 它前两项第一项是卖汽车 第二项是汽车零件 这两项占整个德国卖到中国大陆的 大概20%到25% 它要这样的一个中国市场 你说这些汽车每一辆都是Tesla 里面都需要高科技晶片吗 事实上也都没有也都不用 最重要的还是机械装置 机械零件这些东西 而不是电脑程式电脑晶片 然后中国大陆卖到德国的呢 所以第一项其实就是所谓的视讯器材 第二项是电脑 第三项就是纺织跟衣服 所以两国的经贸关系 如果说经贸关系是外交关系 或政治关系的压藏使的话 事实上这一份德国正在准备的 内部政治的产物各党派 妥协下来的这份的一个指引 事实上不影响我刚才讲的 那几项主要的贸易项目 所以它就是一个对内的宣誓意义 因为绿党曾经把话讲得很清楚说 人权第一 生意第二 甚至绿党也讲过说 宁可不做生意也要处理人权 但是德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跟筹码 可是绿党还是要对他的选民交代 对他的选票机 他的权利基础交代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 对经济德国人还是相当务实 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 就是红绿灯政府 刚才有名教授特别提到的 那我们今天特别聊到德国 你看德国总理萧姿 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 曾经承诺说 每一年要投入GDP的 2%以上的经费在国防上面 而且宣布设立这个价值 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 要帮助来实现他刚刚说到这个目标 但是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 他们的分析到2026年 德国都很难实现这项承诺 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一位研究员也表示说 德国政府的言行跟承诺是相续甚远的 所以德国已经迅速收回把这个国防开支提高到GDP2%的承诺 我想请教蔡老师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影响 看到德国大举的想要增加它的开支 但现在又收回承诺到底哪一招 看起来德国现在面临的问题跟岸田内阁很像 不是跟日本很像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岸田内阁的话 事实上岸田首先在去年差不多12月的时候 他说我们要拉到GDP2% 这个国民基本上都已经是同意的 只是说钱从哪里来 他突然讲到说那我们来征税好了 一征税的时候国民就反弹 所有人都反弹 那德国的话他也会面临同样问题 钱从哪里来 拉到2%的话 那历史问题大概已经跳多了 因为俄乌战争的情况 国民大概都接受 只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德国的话是有一个通膨的状况 德国的话很多能力是依赖所谓的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那个管线要牵到他们 所以他们通膨的压力事实上会比较大一点点 只是说那你讲到通膨这么大的话 那我们这个国防要不要去拉 还是必须还是要拉 可能说稍微慢一点点而已 因为它已经承诺出去了 你现在GDP只有1.8%的国防一算 跟日本差不多1.01的话 事实上是差不多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